好 因為剛剛真的都不讓我錄 所以 總之呢 他現在瞬間就施工完了 大概 一個小時 剛好一個小時 兩點半到三點半 對 反正他就很敏感 叫我不可以拍 我只好跟他拉賽這樣子 好 不要睡著就好 我覺得很適合 好 T-Mobile What You Say T-Mobile What You Say 對 你在手機T-Mobile 講錯了 今天是星期二 這個單元叫做 Tesla Tuesday 差那麼多 你小時候有沒有聽過 星期一猴子穿新衣 反正有在玩社交媒體的 就知道 他每一天都要想這個Hash tag Motivation Monday Trival Tuesday Winesday 總之 這個單元 因為剛好我們有朋友 他們終於把他們的那個Hardware 升級 從2.5升級到3 所以他們是兩年前買的車子 他們那時候買的時候 那個Full Self Driving 就是Included 那個時候還沒有Hardware 3 那時候就要2.5 自動駕駛有分成不同的 自動 你可能聽說現在要加錢 可是如果你都不加錢 你買一台算是空殼Tesla 沒有Full Self Driving的Tesla 對 它還是有很棒的功能 對 太太很喜歡的功能 對我來講最有用的功能 就是Lain Keeping 應該準確這樣講 就是它會自動跟車 那它是智慧型自動跟車 Tesla的話我就覺得這兩個功能是 就算你不是 你沒有讓Tesla自己開車 那這兩個功能其實就很夠用很好用 記不記得我們在那一集測試裡面 高速公路上大家在打乒乓球這個事情 那個就是Lain Keeping 那就是Auto Steer 這個部分可以發揮功用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買一台Tesla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加 就有這兩個功能 這個定義在官方叫做Auto Pilot AP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說 一直漲價的那個Full Self Driving Package 我們買之前 我們買到是七千塊 對 我們之前不多久是五千塊 對 買完之後 又漲了八千 變到八千塊 對 一直到最近他宣布那個Beta出來錢 他就說一萬塊 不過對我們來講 我們算賺到嗎 因為我們買了七千塊 但是我們還是一直update 所以還是可以用這樣 因為他們之前就有所謂的 Enhanced Auto Pilot EAP 就是說 好啦 你不想付全額 但你想要擁有一些些功能 可以Navigate on Auto Pilot 可以做Summon 就是那個車庫前後那個 就是還蠻practical的 我覺得 如果你願意花那個錢的話 那這個價錢目前是 降到四千塊 Navigate on Auto Pilot Auto Line Change 就是幫你換到 然後打方向燈換到 然後Auto Park 就是我們在Taho Dang 那一次 Auto Park 然後還有Summon 就是進出車庫 這個部分 在你的App 你們都可以看到 你現在升級的話 要加多少錢 現在我們就很期待 那個Beta版 Fourcel Driving的Beta 可以趕快 釋放給我們 但一直還沒有 也有網友來敲 你們到底拿到了沒有啊 對啊 好像還有 而且我們好像 就有人說 華人的Youtuber 都還沒有任何人拿到 對 有點可惜 還是 你其實有了 然後沒有 剛剛跟我們說 我們去找你 對 我們去找你玩 交個朋友嗎 之前就有網友在討論說 是不是應該在交車之後 再付那個一萬塊 因為這樣子 他可以省稅 就差一萬塊 因為有些 一萬塊的稅 也可能要一千塊 嗯 快一千塊 八百到一千 對 可是啊 當我去爬文之後 我發現 Tesla 這個在 要不要收稅 這部分 非常的不一致 因為 照理 很多網友提出質疑 在加州 明明軟體是不用收稅的 OK 但是很多人 就去被收稅 也有人站在Tesla那邊 講說 你不是只有拿到軟體而已 你是一個在硬體上的軟體 OK 所以那個算硬體 那算有技術跟施工的部分 那有人加購過嗎 你們到底有沒有被收稅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對 上個月不是有 他有給我們一個Message說 你要不要花兩千塊 然後你的加速可以快0.5秒 還是多少 0.幾秒 網友說他在那部分就沒有被收稅 OK 所以Tesla在這個要不要收稅這部分 當然可能跟美國每個州都不一樣 那天我們要看人家施工 我們就很興奮 但是那個Technician在外面等了很久 所以有點不會送 我們就衝出去 我就拿著相機跟他還衝出去 說 我們是他們朋友 我們想要錄影 結果那個老外就是非常敏感說 不可以錄 不可以錄 不可以錄到我 不可以錄到我的施工 但可以錄他的車子 他說可以錄他的Tesla 我花了很多時間軟化他 然後我試著跟他聊天 大概一個小時吧 他就裝好了 但其實很快 比我們想像中快蠻多 他跟我說他要先Back up 那個2.5的電腦裡面的東西 然後要上傳Back up 然後再把那個3.0的一個很像 我們上次不是PO在IG上面的Story嗎 問大家那是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Auto Pilot Computer 施工完成之後 他會跟你說 需要開20MH矯正 就像你當初領車的時候 那個Auto Pilot 下去矯正一樣 我們就很樂意幫那個車主去做這個 就是他沒幫他洗車 我們就很興奮的開出去 然後想要知道 有什麼差別 從無到有的差別 然後你就看著那個藍色圈圈 一個一個增加一個增加 車子長什麼樣子 車子的位置 現在車子突然出現了 你有沒有看到 前面 對 突然Complete了 然後車子就出現了 Hawaii 2.5的限制在於 他沒有辦法視覺化那些東西 例如說那個三角錐 對 例如說垃圾桶 例如說Landmarking 2.5看不到 看那個網友 他就是比較2.5 看一台車是2.5 一台車是3.0 然後過同一個路口 然後看到 看到紅綠燈 一個可以看到紅綠燈 也看不到 然後一個可以看到線 一個看不到 然後一個會 跑去分隔島一個不會 可是有線 本來都看得到 不是嗎? 但是他的處理能力不一樣 所以他判斷能力不一樣 了解 如果你買車的時候 例如說你是2年前買車的 你那時候就有買Forsal Driving的話 這次是可以 你排到對 然後就可以免費升級 但是如果你要付錢升級的話 這個部分 那個Technician講的是說 現在可能是3000塊 有人在討論 今年年底之前 Tesra就會把FSD變成訂閱制 那這個部分就是 因為Elon Musk本身也有說 的確是個選項 可是對於賺錢經濟上來說 一次買斷對他們比較好 是當然的事情 那有網友 就是支持訂閱制的理論的人 的想法是說 我可能一百年才出遠門一次 我就那次需要autopilot 需要Forsal Driving 那我就那個一個月 或是那幾天訂閱就好了 月廢止 或是pay as you go 就是用多少算多少 那我覺得這樣虧錢就是Tesla 對不對 都放在那裡 然後你要用再打開 我覺得Tesla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回來另外一個討論 就是說你覺得要跟車還跟人 就是說我今天買一台車 對不對 我這台車賣掉 那我要買下一台Tesla 我去不去讓他跟著我 你本人對不對 我們現在付了7000塊FSD 然後之後 我把它賣掉的時候 那跟著我 可是我沒有另外一台Tesla 那那個FSD就不見了 那個人就要重新買 如果他要的話 那 這樣就是跟著人 這樣就是跟著人 所以這樣不合理 為什麼 那我 那就等於Tesla 就再賺一次錢 對啊 因為他已經收購我7000塊 然後又收他7000塊 或是甚至更多的錢 那如果你下一台又是Tesla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比較好 對 會 就跟著我 我現在我才會有 我就7000塊 我可以用一輩子 那如果說 例如說我們家買兩台Tesla 你覺得要跟著同一個人還是 不可能 他一定是一台車子有一個 他怎麼可以那麼好說 你一個人可以用兩台車子 你覺得如果是越付 不管是跟車還跟人 一個月付多少錢 因為你知道我聽說在中國 已經提出 Tesla對於FSD提出零利率貸款 你可以分期付款 零利率 那這樣不是等於變相的租給你 就是訂閱給你嗎 但例如說現在1萬塊好了 我覺得除以12太少 除以24可能是比較多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兩年 1萬塊 哇 很貴耶 一個月400塊很貴 所以你們覺得訂閱你們多少錢 願意付 要付多久 我覺得付不夠久 Tesla穩賠錢的 他才不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他一定是那個 他不可能用月費 我覺得 沒有道理用月費 Rumor是說他今年要推出月費 那我們不管Tesla能不能活下去 你覺得多少錢一個月你願意付 三四十塊 三四十塊 所以你看1萬塊除以四十塊多少錢 兩百五 兩百五十個月 兩百五十個月 兩百五十個月是二十年 二十年 怎麼可能 不可能 我覺得訂閱是超難的 對啊 又從白天討論到晚上 有沒有覺得很溫暖 有 火很大 然後啊 我突然想到 上次有一個網友 唯一一個網友回到我們Nike 那個有沒有 送給他好了 送給他什麼 抽獎的 好啊 OK 可以 只有他捧場 而且他還說有沒有增加機率 我們有幫他增加一個名額 可惜他沒中 但是我們決定把柯宇的 柯宇謝謝你歌愛 對 那我們就把他送給那個 回答我們問題的那個朋友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上次 我們去那個Union Square 那個影片裡面 有問戴安利提五獎的增達 結果在這麼一些些網友裡面 只有一個人認真的回答我們 謝謝你 你就得到有Rebound 就是那個獎就是你的 冬天要到了 對 要去滑雪 換雪胎 雪胎很多朋友想要知道 因為 還是蠻多住在加州朋友 然後冬天可以去滑雪了 東岸的朋友 不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克服冬天的氣候 那我們目前是傾向換雪胎 多過於紙妝雪蓮這樣子 因為我們可能也會開很遠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而且就是 Tesla自己有一個Winter Package 我就覺得 還蠻有趣的 想要去試一下 對 然後 之後再跟大家update說 整個過程跟 比較上的經驗這樣子 感謝大家 以上就是我們的T-Mobile 你叫T-Mobile 到底我多愛T-Mobile 以上就是我們的Tesla Tuesday 那我們會陸續整理很多電車相關的話題跟大家聊 像我跟他還說 你覺得Hummer好不好 你覺得Cybertruck好不好 謝謝大家 保持健康 保持快樂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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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